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天電話響了 喂 電話那一頭船來 就跟你說要小心左邊的車子吧 你看你現在還不是撞得跟我一樣長 你到底是誰啊 為什麼你要一直打電話過來 這通電話已經是今天的第七通 遇嫌接到一模一樣的電話 這種狀況已經持續了一個月 對 遇嫌是裡面的一個主角 你現在是跟我們講還是... 對 已經開始了 對 然後隔天遇嫌就跟他的朋友智信 約在一間咖啡店 智信看到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的氣色這麼差 於是他忍不住問了遇嫌說 遇嫌啊 為什麼你的氣色這麼差啊 你最近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遇嫌就忍不住把他自己 這一個月來發生的事情 就全部跟智信講 然後遇嫌就跟他說 不可能吧 應該是有人惡作劇吧 你要不要把電話號碼換了一下 反正你就一個人住啊 也沒有什麼差 遇嫌聽了自信的建議之後 就想說好 那我隔天就把電話號碼給換了好了 然後有一天晚上 遇嫌就很懶洋洋的 躺在自己家裡的床上 突然間 就電話聲劃破了寧靜的空氣 叮叮叮 這個時候 遇嫌把電話接了起來 他還想說是家人 所以他很自然就覺得說 喂 你好 我是遇嫌 有什麼事嗎 讓你找 結果電話另外一頭都傳來 就跟你說要小心左邊的車子吧 你看現在還不是撞得跟我一樣的慘 這時候 一股良意從遇嫌的飛機量了上來 他很害怕的趕快把電話號掛掉 他覺得不可置信 就算是惡作劇 他怎麼可能知道我家的電話號碼呢 那天晚上 電話聲就一直響 一直響 一直響 但是遇嫌就躲在棉被裡面 不敢出來 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失眠了 一整個晚上 隔天早上 他想說 心煩的他就想說 那我去看個電影好了 一進電影院 電影院播到途中的時候 電話聲響了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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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遇嫌就覺得很奇怪 他就說 奇怪 我進電影院的時候 就已經把電話已經關掉了 因為很自然的反應 所以他也不覺得是他 可是這時候 旁邊的人都很厭惡的眼神 看著遇嫌 遇嫌就也沒有想太多 等到有一分鐘了 過了差不多過了一分鐘之後 突然 有人就踹了遇嫌的椅子 就跟他說 先生可以麻煩你 請把手機關掉嗎 所以遇嫌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已經把手機關機了 為什麼他還會想 這時候他有點半信半疑的 把手機從包包拿出來一看 手機在關機的狀態 可是居然在震動 而且還在想 這時候他從背 又涼了 又一股涼涼涼上來 他想說應該是 背太累了 他手機應該是有 他手機應該是有 他手機應該是有那種鬧鐘 還是什麼功能 他想說半信半疑 那要把手機按了接聽鍵 接起來幹嘛 結果接起來說 這時候他嚇到 他直接把手機丟在座位上 然後跑出去 這時候失魂落魄 像鑿兒模式的遇嫌 他就走在馬路上 他有點恍惚 突然間 砰一聲 他被左邊衝出來一台小貨車 撞飛了 這時候遇嫌滿身是鞋的躺在地上 視線很模糊 意識也很模糊 可是他卻很清楚的看到 有一個小男孩對著他笑 那個小男孩 就笑著對他說 就跟你說要小心左邊的車子吧 你看你現在還不是撞得跟我一樣的慘 這時候 這時候遇嫌才回想起來 原來在一個月前 他跟朋友一起出遊的時候 看到有個小男孩出了車禍 滿身是血 可是遇嫌居然笑著跟他說 還有好可憐喔 怎麼被撞成這樣啊 這麼慘 對 所以那天晚上 那個鬼就找上了遇嫌 所以遇嫌就變成下一個 奪命電話的執行者 就這樣結束了 講故事可不可以 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覺得你很像旁白 我猜得你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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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嫌全身是血 他說 我帶背肌又涼了起來 原來是沙東西伯 好可憐 我告訴你 我問他就直接開始 好 我們來問問大家可以投票 你覺得他的故事恐怖嗎 可樂是被大飛嚇到的 我第一個人被大飛嚇到 只有一個真怕 還沒有怕 好 我們問陳醫師怎麼解釋 這件事情 對 因為這個整個過程太… 太戲劇化了 所以我覺得中間有問題 一定有問題 你問他中間有問題 這是1號霍爾 謝謝你啦 是個 好 2號請到的是Beach Book 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櫻桌 其實這個故事它已經發生滿久 但是我一直都滿常在心中 不敢去講 因為這是我人生碰到一件 就是最離奇 然後也最可怕的事 所以… 所以我現在要跟大家講 但是我現在是很害怕 所以請大家體諒一下 因為之前我就是住在新… 我在新竹讀書 所以我就是自己租房子在外面 後來就是 就是後來有一陣子我朋友就是他說 他要轉學考 想轉到我們學校來 然後他過了一年他真的轉來了 然後跟我講說他就是 因為學校宿舍抽不到 所以也就是沒有宿舍可以住 然後他說外面找房子租也很貴 我想說好 然後因為我住的房子 就是也滿寬敞的 想說那就他一起來跟我分租好了 這樣子我也比較省錢 然後後來他就搬進來 本身他就是 他東西並沒有很多 但是他是 就是滿認真讀書的那種同學 所以他也需要一個書桌 那我就想說我房間的角落 就是那個三角地帶那邊 還有窗 旁邊有窗戶 然後旁邊是角落 那邊有一個空位 我想說那邊我沒在使用 那就擺一個書桌給他用 然後他就是每天都會 他就是固定會在那邊讀書念書 因為他滿認真的嘛 然後他 但是有時候我回家看到他念書 他常常念一念 就是會怪怪的 就是起來這樣揉他的頭 我本來就是用他的脖子 就是整個人覺得怪怪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以為是他累了 然後後來大概一個禮拜 他都一直這樣子 然後他看他臉色也不太好 然後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最近讀書都不太認真 是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跟我講說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每次到書桌前面念書的時候 他大概才坐下去一兩分鐘 他就會覺得 他的脖子這邊 就好像有東西這樣子在點他 就像這樣子一直在戳他 但是也沒有很用力 但是滿輕的 然後他說他只要一離開那個書桌 那個感覺又沒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可能 然後 我就是自己坐在那邊試試看 我就坐下去 大概過了沒多久 我真的好像也有感覺我的脖子就是 就是不是很明顯 但是就是有東西在 往我脖子這邊戳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 怎麼可能太奇怪了 然後我就是 想說好 那沒關係 我帶你去那個 因為我們家旁邊就有 旁邊旁邊就有那個廟 一個還滿有名的廟 然後就大概去那個廟裡問老師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就是住的房子這邊 然後我朋友在讀書的時候 都會感覺到有脖子那邊 有東西在往他這邊戳 是為什麼 然後老師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沒有看到實際狀況 他也不知道是為什麼 然後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錢花老師 就請老師來我們家看 所以他就跟我們講說 那你們回去的話 就是用照相機拍拍看 會不會拍到什麼 因為有時候相機會拍到一些 人看不到的東西 然後因為這樣子 你知道原因之後再來問我 也比較好處理 所以我就回去 然後在我朋友讀書的時候 我就從後面 結果一拍下去 我就跟我朋友要看那個相片 很棒 莫名其妙 成熟一點 成熟 成熟一點 誰 莫莉從三樓掉到二樓耶 他最樓了 他誇張 莫莉你剛剛有慘叫耶 我的天啊 都是因為一個假髮 工作人員有多熱啊 我要可以換位子 我不要… 好 不要生氣 老K哥請吃一頓好不好 對… 好 可樂坐上面 可樂 你敢坐上面嗎 沒有 涼不到 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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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你想跟莫莉坐 好 OK 冰淇淋布拍照了以後呢 拍照… 拍照了之後 對 我跟我朋友 請繼續 那是因為我們就想說 相機那個畫面有點小 所以怕也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乾脆 直接把記憶卡抽出來 放電腦裡要看 然後電腦就是 我想說那個比較大張 看得可能會比較清楚 就打開一點開來看 就 一點開 什麼 就是我還什麼都沒看到 我就先尖叫了一聲 結果朋友說 好像什麼也沒有耶 然後我就覺得 可是老師不是這樣說 奇怪什麼什麼也沒有看到 然後我就不信邪 因為他只要坐在桌子前面 他還是感覺有東西在插它 後來我們想說 老師的沒用 那我們就是利用年輕人的方法 上網查看看好了 就網路上說 可能你要看到陰靈的 就是那種陰界的東西 可能要拿攝錄影機 直接錄下來才會看得到 那我想說那好 那晚上的話 我就是 我就是擺了一台那個 DV 然後擺在那邊 擺在後面 然後拍我朋友 然後我叫我朋友 就是晚上燈也關掉 就是只開他的台燈 然後假裝在那邊看書 就這樣錄了一個晚上 隔天我們就是要檢查 那個DV的畫面 然後我想說 可能也跟那個蘇惟相機一樣 什麼也看不到 就沒想到 我一打開那個畫面播放 前面本來還很正常 就是那樣子 就到一半真的就看到 一個人的腳 就是腳趾頭往他的脖子這邊搓 腳 這真的腳趾頭 就是腳趾頭往他這邊搓 然後我覺得很可怕… 然後我就去問老師這是什麼 然後老師看了那個畫面之後 就是說 那個房子應該不能住了 因為你那個位置上面 之前有人上吊自殺 然後那個人一直留在那裡 其實他上吊在那邊 這樣子晃 一直晃喔 所以他才會一直 我之前不知道 是因為我都沒有使用那個位置 是我朋友搬進來後 那我們一起坐這邊 所以是我房子一直有 這是你自己發生的故事 所以我後來就搬家了 你還嚇我嗎 但那個畫面 因為我們都覺得太恐怖 然後老師也說不應該留著 所以都刪掉了 好…